各位弟兄姐妹们好 我好紧张啊 不过幸好有口罩你们看不见 那来点轻松的 我想看一下我们现场实体当中 还没有参加过门讯的 请举手一下 各位老师们看好了 这是你们未来的学生啊 那已经参加了PREDT 完成的PREDT 还没有参加DT的 请举手一下 太好了 今天是你们的机会报名 报名DTOK 那参加完了DT 准备要参加 或者是参加完DT 没有参加LT的 请举手一下 哇 待会有好消息告诉你们OK 参加完了完成了LT的 请举手一下 All right proud of you 这些都是我们的师兄师姐们 我们向你们学习 也向你们取经 不知道为什么谈到门讯呢 总是让我想到华山论剑 感觉上就像学功夫一样 我们出信主的时候 就有一点三脚猫招式 顺属花拳秀腿啊 可是外表可以看一下 可是呢实际上不堪一击 那我们开始上PREDT的时候呢 我们是开始练基本功 下盘给稳住了 但是呢好像觉得说缺乏一些实际的操练了 感觉总是在处于在挨打的状态 那上DT的阶段呢 就我觉得是进入佳境了 就开始操练各样的武功秘诀 领取神所赐的 从头到脚的全副军装 可以去抵挡仇敌 甚至靠主的话能够站立的住 那刚才还没有上LT的弟兄姐妹啊 我说有天大的好消息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上完了PREDT 上完LT 我们的各位师父都是倾囊相授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到了LT以后啊 居然是由我们的师祖亲自出山指导 你们知道我们师祖是谁吗 没错啊 师祖就是葛牧师和葛师母啊 好开心啊 就你们想不想要有这个武功的晋级呢 难道你们放弃这个亲身跟随师祖学艺的机会吗 手把手的交哦 趁他们呢 还没有退隐江湖的时候 赶紧抓紧这个时间 现在就是这个时机 马上报名 那一般武艺学成下山呢 我们的师兄师姐妹 师兄师姐们呢 我都看到他们通常是有一种大侠 大将之风范啊 都让我非常的敬佩 那我LT毕业了 说不上有什么大侠之风啊 就是希望在平时日常生活中 常常带有基督的心香之气 那经历这两年各样的事情呢 我有一种很紧迫的感觉 就是请求大家 马上起来用神的话装备自己 参加门讯 这是一个最好的装备方式 那我的LT的课程呢 是有Zoom 加几个实体的聚会 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呢 这个科技啊 带到我们意想不到的方便和效率 想想看你可以稳坐家中 还能够自由的与弟兄姐妹沟通 还有跟导师学习 这个得胜到底的百般武艺 对不对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三小 怎么知道 我觉得这句话用广东话 好像比较有气势 为当灵绝顶 一览众三小 气派对吧 说的就是一定要登上高峰 门讯就像一级一级的上高峰 你若排除困难 敢登顶峰的话 你所得着的 不只是一览众三小的豪情壮志 你若敢 你若肯 神必丰丰富富的 把你所需的 连摇带暗的 加添给你 God is calling 神在呼唤你 你敢吗 你肯吗 今天给神一个答复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观看